男人被同伴恶搞绑在了树上 森林里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 起初男人以为是同伴的恶作剧 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彻底被吓坏了 被绑在树上的他慌的一批 拼命地想挣脱束缚 幸好关键时刻他的小宇宙爆发 挣脱了树上的绳子后 仓皇地朝着营地跑去 他小心翼翼地躲在帐篷里 却在桌下发现了一只幼崽 这头小憨憨被卡在了桌腿之间 不停地发出焦急的嘶吼 男人向前安抚 却依然起不到任何作用 康纳等人通过探测器的指引找到了这里 眼前的一幕让几人震惊不已 康纳一眼就认出这是垂鼻雷兽 也就是史前的犀牛 康纳说这些巨兽石草 且性情温顺 就算你骑在他背上也不会有危险 帐篷里突然传来求救声 爱比几人刚想穿越兽群前往救援 突然一头体型更加巨大的雷兽出现在他们身后 显然这是一头宫兽 如果让他靠近母兽群就会引起骚乱 当然康纳从来不让人失望 在搞笑这一块她是认真的 爱比和萨拉小心翼翼地穿越兽群 萨拉却不幸摔倒 另一边 康纳被宫兽追得狼狈不堪 眼看就要被拱飞的时候 导演及时送上了一台卡丁车 于是小趴菜又开始了骑车遛牛的生活 宫兽的吼叫吸引走了围在帐篷边的母兽群 爱比也趁机进入了帐篷 可幼崽七里的求救声最终还是引来了一头母兽 母兽三两下便把帐篷拱翻 幸好爱比和男人及时就出了幼崽 母子团圆之后便安心离去 森林里康纳用自己的命遛着这只宫兽 时不时的惊声喊上一句 简直不要太刺激 迈克终于在森林里找到了起点 母兽在推土机的驱赶之下 慢慢地朝起点走去 康纳也准备把公牛吸引过去 事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就当所有人放下警惕的时候 起点能量耗尽突然消失不见 母兽们茫然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恰好这时康纳又带着公兽赶来 所有母兽开始跟着公兽疯狂奔跑 场面瞬间变得完全失控 脱缰的雷兽冲向了另一个营地 营地那边所有人都毫无准备 如果真的让雷兽冲向那里 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丹妮上一集在未来世界逃命的时候 发现克里斯身边的上尉也在未来世界 并且身边还有一个神秘女人 她认为克里斯所在的军方基地内部 也有一个起点 于是独自潜入基地一探究竟 她装扮成维修工藏身于运输车底 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基地 到达了基地的核心位置后 正好目睹了克里斯对女人的审问 她对于未来世界的信息语言不详 而对于她身上携带的仪器也是闭口不谈 可当克里斯询问起点的时候 她知道的似乎比所有人都要多 就在丹妮偷听到关键信息的时候 却被克里斯的手下发现 这个满汉只能武力突围 随即整个基地乱成一团 丹妮趁乱潜入了关押女人的房间 并拿走了口袋里的笔记 当士兵压着女人进来之后 丹妮出手将士兵打晕 然后带着女人逃出了基地 丹妮逃出基地后立即赶往现场 她开车撞向雷兽 企图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女人让她开车去往营地 她说她有办法阻止这一切 当他们到达营地后 只见女人拿起自己的仪器四处探测 雷兽群快速逼近 巨大的轰鸣声让营地所有人都充满恐惧 只见女人不慌不忙拿着仪器 然后对着半空轻轻一按 一个新的起点进凭空出现 这一幕直接看猛了众人 所有人都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女人说很简单 只要带她进入起点研究中心 她就将所有事情告诉大家 丹妮深知神秘女人的重要 她将笔记偷偷交给萨拉后 便带着她返回了起点研究中心 恰巧被来逮捕丹妮的克里斯撞见 就当她想要把女人带走的时候 女人却突然发难 她拿枪指着克里斯 然后露出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她就是幕后的大反派海勒 她竟然利用一种全息影像技术 伪装了自己的长相 在亲手杀害丈夫乔治之后 她曾潜伏消失过一段时间 而海伦再次出现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回那件神秘宝物 她以克里斯的性命相威胁 逼迫众人交出神秘宝物 虽然里斯特对克里斯非常恶心 但她仍旧命所有的人放下武器 并让康纳将神秘宝物交给海伦 康纳一脸疑惑地问海伦为什么要杀乔治 海伦说她在未来看到了一切的真相 并且说乔治是导致世界毁灭的凶手 她不得不大意灭亲 当所有目的达成之后 便立即带着克里斯离开了研究中心 丹妮等人也追了上去 海伦挟持克里斯来到军方基地 克里斯死到临头 还想利用权力收买海伦 海伦说她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权力 而是为了拯救世界 她说克里斯和她丈夫乔治一样 都是导致毁灭未来世界的魁首 但她并没有当场解决克里斯 而是带她来到基地内部的一处起点前 正好这个起点通往未来世界 她让克里斯进入起点 等小组人员赶到时 起点却被海伦关闭了 就在几人商量如何应对时 起点再次被海伦打开 这次事件让丹妮等人非常气愤 丹妮决定带着众人杀向未来世界夺回宝物 他们究竟能否成功 下一集将迎来第三季的大结局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